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如何来培养自己的富人思维 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富人思维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精确的答案 要理解富人思维我们不妨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是如何看待财富自由的 这个答案要和我们讲的富人思维密切相关 从理论上来说 如果我们的被动收入能够覆盖我们的各类支出 我们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还有另一种衡量财富自由的方式 就是拥有持续创造财富并保持财富的能力 哪怕推倒重来 拥有了这种能力 就算是把现有的资源分配 推倒重来 重新平均分配财富 你也能重新抓住机会 再次变成富人 相反 缺乏这种能力的人 即使一时拥有再多的钱 最终可能也无法保住财富 事实上有数据显示 美国90%中过乐透大奖的人 都在三到五年内 重新回到一般的资产水平 甚至更为贫穷 我想这也是很多高薪人士 心中仍然充满了财务焦虑的原因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目前良好的收入 只是依托了一个较好的平台 而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了 创造财富的能力 能把一件事情 实现从零到一的运转和输出的人 内心才更为笃定 这个能力 其实就是富人思维 在行动上的体现 所以反过来 我们再看富人思维 其实它是一种帮助 我们从目标出发 跨越稀缺陷阱 通过调配资源 来达成自己的目标的思维方式 你可能会觉得 这种说法太过抽象 别着急 接下来我们一步步讲 其中每一个要点是什么 以及如何达成 第一步 我们首先要做的 是从主观上 提高自己的财富亲密度 财富亲密度这个概念 从字面上可以理解 就是关注和喜爱财富的程度 我用它来衡量 我们和财富的接近程度 财富亲密度越高 说明我们对金钱 越关注和喜爱 相应的 财富也越有可能 来到我们身边 可能你听完以后的 第一反应是 我很爱钱呢 是不是这样 就变得富有呢 但事实上 很多人只是把 想要变得有钱 挂在嘴边 但他们的行动表明 他们未必真的 关注金钱 就好像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体验 其实心里面 非常爱父母 可生活中呢 却反而容易对他们发火 你不妨来做做 我们的小测试 看看以下这些情况 你有没有中招呢 嘴上说喜欢钱 但是总是不知道 自己的钱 是怎么花出去的 看到别人投资 赚钱了 马上就会跟风 最后反而亏了钱 年初 雄心勃勃地 制定了储蓄计划 看到心仪的东西 却马上刷卡 每当看到新闻中 知名人士的一些 负面新闻 显一时里 往往会觉得 有钱也没什么好的嘛 这些想法背后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对金钱的偏见 或抗拒 或者干脆呢 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越是抱有 这样的态度 越有可能 当机会真正来临时 亲手把门给关上了 所以拥有富人思维的 第一步 我们首先要摆证 自己对待金钱的态度 既不盲目追求 也绝不漫不经心 而是以一种 更敏感细致的态度 去思考 我们能够获得财富的途径 以及最重要的 立刻纠正那些 忽视金钱的行为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步 跨越稀缺陷阱 把钱当作手段 而不是目的 索罗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富有程度 跟他能够忽略的东西数量 成正比 好多人说 我就是缺钱 我这个事就差钱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要做成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能把这件事情 想明白想清楚 钱很可能是最后一个 要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越缺钱的时候 我们就越容易在 以前本身而忽略其他 比如很多朋友说 我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想换一个职业 但是呢 又怕换一个工作后 达不到现在的收入水平 那你要思考的难题 其实是自己的职场机会 和职业竞争力 还有人呢 会觉得缺钱 或者钱不够多 放弃接受培训 或者新的发展机会 这其实就是因为 把钱看作了最首要的资源 反而错过了未来的增值 很多时候 有钱是结果 而不是原因 我们在思考决策的时候 不妨把钱当作是 资源和因素之一 避免因为钱 妨碍到我们看到 更本质的东西 我给大家讲一个 史记里的小故事 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个有名的商人范黎 范黎的二儿子呢 在楚国因为犯罪被拘捕 眼看就要被砍头了 这时候 范黎就想派人过去 救自己的孩子 他本想派小儿子去 没想到 大儿子因此闹了脾气 觉得自己作为长子 理应担起这个责任 最终范黎咬不过他 就只能同意 让大儿子去了 大儿子到了楚国以后 按照范黎的指示 找到一个叫 庄生的人 送给他千两黄金 庄生受了钱 胸有成竹地跟大儿子说 这件事他会搞定 但是呢 不要过问中间原委 随后庄生就进宫 劝楚王大赦 天下大赦 二儿子就能跟着获救了 可这个时候 大儿子突然呢 心里不平衡了 原来天下本来就要大赦 那庄生 你岂不是白赚了我 一千两黄金吗 于是他忍不住回去 找庄生把钱逃了回来 庄生又立即进宫 让楚王打消了大赦的念头 最后 大儿子只能带着 弟弟的尸首回家 范黎很伤心 但他说 其实他早知道 结果会如此 因为大儿子从小 跟着他白手起家 非常爱惜钱财 自然会因此而斤斤计较 反而坏了大事 而小儿子从小生活优渥 并不吝惜钱财 反而可能把事情办好 我跟很多朋友 都聊过这个故事 大家都认同 虽然范里的小儿子 不见得一定是个 厉害的商人 但是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做法 可能比他的哥哥 更接近富人思维 因为在这件事上 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救出二哥 哪怕钱最后是白花了 只要还能换到一个可能性 他也觉得值得 毕竟钱是一种资源 资源在流动和交换中 为我们带来长期价值 才是最重要的 千万别把囤积金钱本身 当作金钱的价值体现 我们追求财富 也一定要看到 财富背后所代表的东西 而不要本末导致 总是从钱这个单一维度上 考虑这事划算不划算 很可能会因小失大 接下来 我们来看培养富人思维的 第三个要点 那就是先考虑目标 再寻找资源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是最有感触的 因为我刚开始做检析的时候啊 很多人会问我 你有这个吗 你有那个吗 这些都没有 你很难做成事啊 说实话 作为创业者 我缺少很多很多东西 但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想让更多的人 接受我们有趣的理财科普知识 达到理财更简单 人生更自由的梦想 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就会一直强调说 看路 别看墙 看路就是去寻找 实现目标的途径 和解决困难的方法 看墙 就是只看到局限和困境 很多人呢 会一直盯着自己面前的墙 给自己非常多 不做一件事的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心中 有足够强烈的渴望 比如说你真的想要换掉 现在的工作 或者呢 是真的想要去环球旅行的时候 不要把没钱当作是 没法付出时间的首要原因 而要多看看路 想想该如何解决困难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目标 能否达成取决于你自己的内心 如果你觉得一件事不可能 你的大脑就会为你想 一千个不做这个事的原因 而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可能 那么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思考 如何实现的方法 拥有富人思维的人 会假设自己拥有无限的资源 然后看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到底希望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然后从目标出发 倒推来看该如何分解和实现目标 当我们具备这种思考方式以后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 具体的行动方案上 也不会轻易的被各种各样的困难打扰 打败 也不会有过多的抱怨 如果大家看过乔布斯传会发现 乔布斯身上就有很明显的表现出这种特质 不仅如此 这种特质在古往今来 很多牛人身上 你都可以找到 培养富人思维的最后一个要点 是注重长期回报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如何提升和财富的亲密度 如何从目标出发 把钱当成资源 其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对待时间的态度 你是否能够延迟当下的满足感 去追求更长期的回报 相对而言 富人们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 更倾向做一些艰难的选择 只要这些选择能让他们享受更长期的利益 很有意思的是 人的本性是不擅长选择长期回报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喜欢引诱我们 当我们面对当下的好处时 我们的大脑中就会有一个非常原始的奖励反馈 开始工作 刺激产生相应的激素 让我们感受到渴望 而当我们想到一些未来才可能获得的好处时 大脑的反应就会比较迟钝 让我们感觉并不太兴奋 所以那些能够做到注重长期回报 克服原始本性的人 更容易获得财富的青睐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斯坦福大学的棉花糖测试呢 实验人员给被测试的小朋友两个选择 一个是现在吃一个棉花糖 还有呢是坚持15分钟之后 吃两个棉花糖 经过长期跟踪 实验人员发现那些能够延迟满足 选择15分钟之后拿两个棉花糖的小朋友 在未来的人生中有更杰出的表现 投资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很多人买股票 无法抗拒当下的本能情绪 天天看大盘 追涨杀跌 不想放过任何短期收益 最后却以亏损而告终 但是我们看股神巴菲特等等 很多投资大神的传记 他们的业绩 我们就会发现 往往越注重长期回报的人 越能收获更多收益 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讲的 福利效应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财富积累的关键就在于 把福利效应发挥到极致 尽可能的积累本钱 提高投资回报 以及最重要的 耐心的等待指数增长的到来 其实无论是理财投资 还是事业发展 都遵循这个规律 我们一定要时刻注意 刻意的训练自己 去做出更理性的选择 好了讲到这里 富人思维的四个要点 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一起总结一下 所有的改变 都是从思维的改变开始的 培养自己的富人思维 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关注财富 做到知行合一 让金钱更加偏爱你 富人思维具体表现为 不给自己设限 以目标为出发点 充分利用包括钱在内的 所有资源 去努力达成目标 而不局限于 自己现在的处境和约束 富人思维还意味着 我们不纠结于一时的得失 把眼光放长远 去收获更长远的回报 我们并不需要等到 变成富人 才能拥有富人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 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觉察 以及不断的训练去掌握 就像我们的课程中说的 富人思维 其实是先关注目标 再去寻找 实现目标的资源一样 千万不要受制于 自己目前的情况 之后 我还会和你详细的聊一聊 怎么样去分析 分解一个目标 怎么样制定一个 可执行的行动方案 并且找到对应的资源 去更好地实现我们的愿望 另外 针对课程内容 我为你准备了 减期精华资料包 关注减期独裁 这个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学习 就可以领取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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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